许昕、刘诗文去海南 马龙来青岛 三位奥运冠军 2022新年都很忙 北京时间2022年1月10日星期一消息 国拼此前的休斯顿试拼赛大名单 马龙、许昕、刘诗文三名球员就没有随队参赛 这三名老将主动把机会让给年轻选手 让他们更好地接受大赛的锻炼 不过 以这三人的年龄来看 打到2024年巴黎奥运会 依然完全没有问题 没去试拼赛 但是相信未来 他们依然还是国拼的主力 在2021年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 1990年出生的许昕和1991年出生的刘诗文 虽然遗憾地丢掉了混双金牌 但是依然在随后的比赛中稳定发挥 而生于1988年的马龙更是老纪福利 斩获南单和南团冠军 这三位老将近日都有些忙 比如马龙 他来到山东青岛 参加某名表的发布会 很多马龙的球迷和粉丝 都赶到现场去给偶像助威 我们看到 穿着一身黑色西装的马龙 看上去精神抖擞 非常帅气 和他一同出席的 还有冬奥会冠军周扬 而包括刘国良 秦志简以及许昕和刘诗文 则来到海南海口 参加了全国业余乒乓球锦标赛 两位奥运冠军的到来 让比赛的气氛达到了白热化 许昕和刘诗文 和在场的业余选手切磋球技 赛后 许昕和刘诗文 都对这些选手赞不绝口 他们说 虽然事业于球员 但是球技提升很大 水平很高 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努力练习 多多磨练自己 如何刘诗文 接着 作为 优优独播 永远 选手 美